強振過後 花蓮舊圓柏 牆面破碎 鋼筋裸露 柱子的裂縫 連一個小孩都鑽得進去 建築結構看來岌岌可危 不只附近百姓住得不安心 還有民眾就在臉書PO文 呼籲徐旭東拆除舊圓柏 這會是給花蓮最好的祝福 三十年圍樓就算補償 消費者也不會想進去 創造新商圈的歷史 就從拆掉圍樓開始 公共安全刻不容緩 行政院緊急擬定配套措施 打算針對老舊建築進行強制健檢 趁各大百貨公司旅館 還有電院的業者 都要主動提出耐震度評估 如果有疑慮就要進行結構補強 只要是人潮聚集場所 都要進行老屋建檢 請專業技師評估是否要補強 甚至拆除 如果不配合 將開拔六到三十萬元 目前國內工友建築幾乎都已完成老屋建檢 只差私人營業場所還沒完備 政府決心強力執法 全力防止地震 傷害人命 記者吳成平顧上軍採訪報導